他們三家做莊你都不要玩 等到你做莊的時候 你再來玩 這個叫段落氣戰 正常玩就放槍嘛 那不玩防守就被自摸嘛 對不對 大同問的是這個意思嘛 老師教你一下段落氣戰 好不好先讓朋友也分享一下 所謂段落氣戰就是 在你做莊的時候才玩 下面做莊 對面做莊 上家做莊 你都不要玩 然後盡量盯著下家 但是如果有人聽牌 你要注意安全 不能放槍 對所以你手上要盡量握有安全牌 比如說下家打一條 我有一條 那我有一張白皮是健二的 那我一定要跟打一條留白皮 類似這種狀況 那麼當然是盡量盯著下家 然後盡量留安全牌 等到人家聽牌的時候 你才有安全牌可以聽 那麼就是 他們三家做莊你都不要玩 等到你做莊的時候 你再來玩 這個叫段落氣戰 那為什麼老師會講段落氣戰呢 因為 聽你這麼一講 你幾乎每一把幾乎都要出事啊 對不對 就是 你有玩就放槍 你沒玩就被之摸 你幾乎把把有事嘛 那三把沒有完 你可能那三把裡面有一把或兩把 是省下一槍的 或者省下被一摸的 那麼手氣自然就會稍微回升 然後再輪到你做莊的時候 再輪到你做莊的時候 手氣再加三成韻 那個時候你再試著去推進看看 如果進牌順的話 那你就可以推進 或許就可以扶牌 等到你做莊的時候 進牌依然很不順 那麼依然無法聽牌 那你再繼續退守回來 再一次段落氣戰 那這樣子能減少你輸太多 讓你不會慘輸 這個叫段落氣戰法 段落氣戰法 那麼要說心法也行 你要說牌技也行 就可以 那麼老實稱為段落氣戰法 其他三家做莊 你都不要玩 對 那釘死下家 那當有人聽牌的時候 你不能放槍 要有安全牌 要避免放槍 好的 那麼其他三家 讓他們去施殺 那麼你就是一拿起來就不玩 那這樣子的話 等到你做莊的話 你再試著去推進玩玩看 那麼為什麼 會比較有效 老師在這裡做一個答覆 因為你既然把把出事 那麼你這三把沒有玩 那麼你可能一把 或兩把 就沒有放槍 或者沒有被摸 那是你省下來的 省下來的 那你因為省下一兩槍 所以 所以你的手氣會稍微上揚一些些 那再等到你做莊 那又增了三成的運氣 然後你那個時候再試著去推進看看 如果可以推進的話 嗯 那就繼續扶繼續扶 然後希望能把手氣拉高 對的 然後也會因此而讓你少放幾槍 所以比較不會達到慘疏 老師以上再做一個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歡迎觀眾在以下留言告訴我 你以前打牌鬼殘身的經驗 跟你會怎麼做呢 今天的教學影片 對你們來說有幫助嗎 下次想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或是什麼樣情境的影片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直播上見 大家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這一則影片 掰掰